193縣 右手邊是193縣 我們的農地只在馬路兩邊 從這個帆布到那棵樹 這是左手邊的 右手邊是前面的水稻田 這邊一樣是很嗨喔 都是卡拉OK 我待會走過去 就是我剛剛從那邊走過來有返布的地方 跟我後面的這一片水稻田 直直直直到後面 前面這邊還是有水溝 我現在站在農地的中間了 環顧四周 前面是193縣道 樂德公路 水源在前面 左手邊比較高 所以水會從高的地方流流流流流 階梯式的流音 被引流到我們這塊農地上 我走到交界處了 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點 在這裡環繞市 這個坪樹也是可以蓋枝材市 只是齁 是覺得 如果你是 單純 度假要過來這裡 種種田 然後有一個地方 過夜的話 是可以的 如果你是要退休 然後在這邊工作 種田那種 會建議不要 因為你想想看喔 水稻一年兩期嘛 第一期跟第二期 他在跟座的時候一定會打藥 藥一打下去 你如果住在這裡 這個戒指是隔壁的戒指 所以如果只是單純度假 要過來種種田 蓋枝材市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你是要退休 在這裡 我是不太建議啦 因為農藥一打下去 你也沒有地方可以躲 整個會長命百歲 旁邊的油菜花 待會去拍個特寫 當然你要蓋枝材市 不一定要選擇水稻田 你可以找一些 旁邊是果樹、果園 或者是荒地的那一種 那一種 那一種 大致上 很少在灑農藥 那個可以做選擇 會比住在水稻田好很多 有菜花 來個特寫 來個特寫 去indet石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